音樂 音樂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個檢討一下這七題 有些題目可能你選了 有些題目可能你沒有寫 不過這個了解一下其他題目怎麼回答 我覺得對你而言是有益無害的 第一題 有哲學之父之稱的古希臘哲學家 蘇格拉底有一個所謂的無知悖論 那麼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無知悖論是怎樣 第二個 你對這個無知悖論有什麼解法 那在第一題裡面 我的回答是蘇格拉底宣稱自己無知 但是一個無知的人如何能夠判斷自己的無知呢 判斷有知與無知的這個判斷本身 需要有足夠的知識才能深認 一個無知的人是不足以做出適格的判斷的 所以當蘇格拉底宣稱自己無知時 他就陷入了一個悖論之中 這個悖論就是如果他的宣稱適格 那麼他就具有足以判斷有知與無知的知識 因此不是真無知 如果他是真無知 那麼他就不具有足以判斷有知與無知的知識 從而他的無知的宣稱就不適格 那麼這就是無知的悖論 那關於這個悖論有什麼解法 其實沒有什麼確定的解法 所以我這一題 這個第二小題的部分就是 由你提出有什麼樣的一種辦法來 通常悖論其實是很難解的 很難解的 那麼從你所提出來的辦法 也許可以看出你在一些哲學的思考上 你所想到的一種方式 第二題 在哲學是什麼的問題上面 老師提出哲學的特性之一是哲回 而這個哲回是相對於直向 而在哲學為什麼的問題上 老師提出的哲學的作用之一 是 整體的看待世界 那麼這一題同樣的問兩小題 第一個 有什麼理由可以說用直向的方式 比較不能讓我們整體的看待世界嗎 第二個 反過來說 哲回又如何讓我們整體的看待世界 那麼這一題當然就是把 兩個問題 現在把它混在一起 而不是 只是就 我講過的部分來談 那我自己的回答是這樣 就是直向是一種直接的方式 用這種直接的方式來看待世界 只能看到外在的世界 也就是客體 而不能看到自身與世界當中的自己 也就是主體 所以這種方式不能讓我們整體的 也就是包含主客體的 看待世界 那麼 瓜佛裡面我想到更多的 就是可以說的更多的是 用直向的方式 即使眼界再廣 也會受到視域的限制 我們無論怎樣都看不到 無論怎樣都看不到視域以外的世界 這個其實就是詮釋學 裡面的一個理論 就是在詮釋學裡面 任何一種詮釋 都有它的horizon 都有它的視域在 那麼所以不可能有一種詮釋 是完全百分之一百的 完美的 因為任何一種觀點 任何一種看法 都會面臨在這個觀點跟看法裡面的地平線 從而必然會有它所不見的地方 那麼所以在這種直向的觀看裡面 我們不可能看到這個視域以外的世界 因此就不可能看到世界的整體 事實上用直向的方式 我們的觀看總會聚焦在某一個焦點上 所以它適合觀察小部分 而不適合看待世界的整體 那麼這個事實上說明了 為什麼我們的科學 分科之學 他們其實是什麼 聚焦在 這個宇宙世界萬物的某一個部分 而不是全體上面 這個是關於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哲匪則是一種間接的方式 用這種方式 我們所做的其實已經不再是 肉眼的觀看 而是心靈的思想 也就是所謂的 反省 或者是反思 那用反思的方式 我們可以思考包含自己在內的世界 也就是思考包含主體與課題 兩者的整體 那同樣可以說的更多的是 由於思考使用的不是肉眼的視覺 因此不會受到肉眼觀看的限制 從而才有可能讓我們整體的看待世界 這個是關於這個第二題的部分 第三題 德國哲學家康德 他說有兩個事物讓他心懷讚嘆與敬畏 那麼一個就是他頭上的星空 一個是他心裡的道德律 那在他頭上的星空是指自然律 與道德律都是叫做律則 那麼自然有他的律則 這個是現代人多半接受的 第二頁 但是道德也有律則嗎 康德如何論證 道德有其律則呢 這個是我在上課的時候所提到的 就是依照康德的說法 律則呢 具有必然性還有普遍性 那他事實上是用這兩者來理解 律則之所以為律則 那麼對他來講 兩個最重要的律則就是 自然律跟道德律 那自然呢 具有必然與普遍的規律 這個是現代人多半接受的 因為他是客觀的 如果用康德的話來說就是 他是在主體的頭上的星空 因此每一個人 抬起頭來都能看到 這個有目共睹 對不對 但是呢 道德卻是在主體的心裡 而人心各異 如何可能具有必然性與普遍性呢 也就是說 主觀的東西 怎麼可能具有必然性跟普遍性呢 那康德的講法呢 就是他訴諸於所謂的實踐理性 這個實踐理性呢 其實也就是良知或者是良心 中國哲學所謂的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麼在康德的思想裡面 這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 就是理性 由於實踐理性 給我們自己的命令 是絕對的 因此具有必然性 所以依據實踐理性的道德 雖然是一個主觀的東西 卻具有必然性 與普遍性 從而能夠成其為律者 這個是康德 他的一個 說明 道德律作為一種主觀的東西 他能夠具有必然跟普遍的 一個原因 這個是關於第三題的部分 到這一題為止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從第四題開始就 牽涉到我們教科書的內容了 第四題 在 Semielsen 的這本書裡 他討論人跟動物不同 一方面說 雅利斯多德定義人為理性的動物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說 動物何嘗沒有與人相似的 推理或計算的能力 但是人的理性 Semielsen 說 牽涉到我們本性當中 一種奇怪的回圈 Looping 我們之前講過回圈悖論 Semielsen 說 這個人的理性有一種回圈 那這個一樣的 就是分成幾個小題 三個小題 第一個 他所謂奇怪的回圈是什麼 第二個 政治哲學的馬克思主義革命 與這種奇怪的回圈理性 有什麼關係 第三個 政治哲學的民主選舉 又與這種奇怪的回圈理性 有什麼關係 那麼在第二跟第三小題裡面談到的 馬克思主義革命跟 民主選舉 都是Semielsen 所舉的例子 那麼 你 主要的就是先回答第一小題 那個 說那個回圈是怎樣 然後再去說明 馬克思主義革命跟這個民主選舉 如何去符合於 在第一小題裡面所談到的那個回圈 所具有的一個特性 那我的回答是 Semielsen 所謂奇怪的回圈就是第二題 所謂的折回 動物具有推理或計算的能力 但是這種推理或計算的能力 是直接的 直向 客觀的情勢 例如蒙田所舉的例子 一隻狐狸推理 他要越過的冰層是否太薄 或如Semielsen 所舉的例子 一隻松鼠 計算他 留在樹上 被貓抓到 與跳下樹梢 兩者的存活機率 但是人 人當然也可以做這些計算 對不對 但是人的理性不只如此而已 人會反思他自己 一個同樣要越過冰層的人 可能會反思他越過冰層的意義 目的與價值 從而冰層雖薄 人要冒死一搏 也許他有什麼必要性 必須要做這樣的事情 當他在做這個思考的時候 那麼另外一個同樣要跳下樹梢的人 他可能會反思他跳下的 因為這個人可能什麼 很愛漂亮 對不對 所以他還要考慮 跳下的動作是否足夠優雅 對不對 跳下以後的身體狀態 是否仍然好看 以及等等 對不對 這個愛美的人在什麼時候 甚至在自殺要跳樓的時候 都想說 我這個跳樓 這個漂不漂亮 或者等等諸如此類的 那麼這個是人之所以為人 松鼠跳他是不會考慮 那個跳下去好看 或者不好看 那麼人的這種反思 就是 Samuelson 所謂的奇怪的迴圈 那在二三兩小題裡面談到這兩者 第一個就是 政治哲學的馬克思主義革命 他不是 暴政統治下的揭竿起義 如果是那樣 其實是一個直接反應 你對我不好 所以我就生氣 我就革命 對不對 但是馬克思主義革命不是這樣 換言之他不是人直接的政治反應 而是間接的 經由馬克思反思資本主義的問題之後 所提出來解決人類相互剝削的做法 因此正是上述奇怪迴圈理性下的產物 這個是這個第二小題 那第三小題呢 政治哲學的民主選舉 同樣不是獨裁政治底下的直接反應 這個你可以想像對不對 一個獨裁的政治 如果你是反應 然後把它推翻掉 通常建立起來 是另外一個獨裁的政權 就是不要這個暴君 彼可取而代之 那麼常常就是只是這樣 那麼政治哲學呢 它是間接的 經由反思各種政治 政治制度之後 所提出來解決管理眾人之事的一種制度 因此也是上述奇怪迴圈理性下的產物 這個是解釋這個 Samuelson他所解釋的 他所提出來的 兩個例子 第五題呢 一樣的是在他的書裡面 這個舉過一個古希臘的歷史學者 希羅多德 他在歷史一書中 所提供的文化案例 他說對於死去的長輩 希臘人給予火葬 而印度的卡雷雄人 則是吃掉他們的屍體 那麼這兩者就是 不管是希臘人還是卡雷雄人 他們都認為自己的做法是合乎自然的 而對另一方的做法則是難以接受 那麼孫悠神認為說 只當人們認識到自己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裡 別人也有別人的文化時 哲學才出現 好 那一樣的有兩小題 第一 使哲學出現的上述認識 與前一題的奇怪的迴圈理性有什麼關係 那事實上如果你掌握了上一題的 那個奇怪的迴圈理性的話 大概不難解釋 第二 可想而知 一個習俗在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如果有的話 一定也經過類似 我們要怎樣處理死去長輩屍體的思考 然後才逐漸確定下來成為習俗 那麼在習俗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是否也有上述奇怪的迴圈理性呢 理由為何 那第一小題就是人未經反思 就直接生活在他所生下來 忌受的習俗當中 很容易以為他所自身的習俗做法合乎自然 從而對別的習俗做法 感到難以接受 只有經由前一題的奇怪的迴圈理性 也就是反思 才能夠使他跳脫出與別人對立的立場 而改以一種 外在與自身立場的眼光 來看待自己與別人 那麼森苗神所說 自己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裡 別人也有別人文化的認識 正是經過文化反思之後的認識 也就是經過 奇怪的迴圈理性思考之後的認識 這個是關於第一小題 那麼第二小題呢 就是在習俗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上述奇怪的迴圈理性 如果這個我們要怎樣 處理死去長輩屍體的思考 涉及到 對許多處理屍體方法的優劣衡量 就像民主選舉 是經過各種政治制度的反思一樣 那麼他就應該具有上述的迴圈理性 但是如果他只是直接解決屍體存放的辦法 那他可能就不具有迴圈理性了 但是不管第一次是哪一種情況 一旦這種處理屍體的方式 成為了習俗 也就是成為一種不被檢討的慣例以後 他就不再具有這種迴圈理性 那哲學其實就是保持著大家繼續擁有這樣的一種 奇怪的迴圈理性 那麼也就是說對於你習以為常的東西 總是保持著一種警覺 一種反思 因為很多的習俗其實可能 是會不再適合現在的情況的 可是人如果 沒有這樣的一種反省的話 他就會繼續下去 這個是在第五題這裡所提到的情況 好第六題 就是Samuelson批評《紐約時報》的評論者 叫Stanley Fish 他所理解的哲學不是哲學的全部 而只是哲學的一部分 這個在書裡面很明顯的看到 那這裡一樣的有兩小題要問 第一小題就是Samuelson所謂哲學的全部是什麼呢 而Stanley Fish所理解的那個哲學 因為這個Samuelson說只是一部分 那麼他是其中的哪一個部分呢 這是第一小題 那麼第二小題則是拿下一節所談到的 這個莊子裡的娛樂之變的例子 來說明所謂的哲學的全部是 哪裡 以及Stanley Fish所理解的哲學的部分又是哪裡 好那麼第一小題呢 Samuelson所謂哲學的全部按照他的說法呢 是涉及到 這個是完全照他的說法 他說涉及我們的理性最充分的運用 也就是要去尋找到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尋找到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呢 照Samuelson的想法 那一定要充分的利用你的理訊 才有辦法這個找到 那但是要找到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呢 必須要先對世界對自己有清楚的認識 也就是能夠對他們提出概念清楚的解釋 然後進一步提出有具有說服力的實踐方法 那麼這就牽涉到一個 哲學理論的王貝 周嚴 因此哲學專業工作者 會針對這個哲學理論的弱點 或不一致提出回應與批評 從而產生進一步的修正或反駁 以及隨之而來的再批評再修正再反駁 如此不斷進行下去 那Stanley Fish所理解的哲學呢 就只有哲學專業工作者的那個 批評修正與反駁的部分 而脫離了原本對於那個 有意義的生活的尋找 所以他看起來就會覺得 哲學根本就跟我們的人生沒什麼關係 是一個對我們人生沒什麼用的 的東西 這個是Stanley Fish的一個主要的批評 那麼Samuelson認為他其實錯在 他只看到哲學專業工作者做的事情 在下一節的那個莊子的娛樂之辯 那個例子裡面 其實就是用來說明這個差別 那麼Fish所理解的哲學部分 其實就是那個娛樂之辯的中段 這個各位如果還記得我在投影片裡面把它分成三段 那麼有一個中間的段落 那個中間的段落就是惠子說 子非於安之餘之樂 那莊子就說子非我安之我不知餘之樂 那惠子又說我非只顧不知之餘 子顧非餘也知知不知餘之樂全以 對不對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耍嘴皮的過程 對不對 一個大家這個辯論的一個過程 那如果哲學的全部果真就是如此的話 那麼娛樂之辯的贏家就是惠子 而不是莊子 因為接著莊子就不再辯論下去了 所以看起來就是惠子贏了 但是如果哲學的全部 是如Samuelson說的 涉及尋找到一個有益的生活 那麼在中段的辯論之前 我們看到莊子說條於出游 那出游怎麼樣呢 條於出游充容是娛樂也 以及在辯論之後 莊子說請循其本 子曰如安之餘樂雲者 既以之無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豪尚也 那麼這個說法就必須要視為是 哲學的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正是娛樂之辯的前段與後段 對於讀者而言 才涉及到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的尋找 你知道在宗旨裡面它其實在談的是一種人生的境界 它不是在談辯論之道 這個是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是關於第六題的部分 那麼從第七題開始就進入了第二章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繼續談的這部分 那我們在 其中考前的最後一週 這個進入到第二章的部分 那麼在第二章的部分 談到蘇格拉底的生平 所以這裡就問一個 跟蘇格拉底生平有關的問題 就是蘇格拉底的母親 叫 Franalete 他是一位接生婦 蘇格拉底說他的哲學實踐 和他的母親所從事的工作一樣 是一種接生術 但是接生婦 接生的是人或嬰兒 而蘇格拉底接生的是知識或觀念 這個我們在 課堂上都已經講過 現在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接生術的說法顯示了蘇格拉底對於知識 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嗎 第二個 上述的看法 與蘇格拉底用對話的方式 而不是用傳授的方式 來教導哲學有什麼關係 那麼在第一小題的部分 我的回答是 這個接生術的說法顯示 蘇格拉底把知識看作是 內在於人的 自發的產物 而不是 外在於人的 給予的贈品 理由是 接生術是幫助產婦 自己生出自己的嬰兒 而不是把接生婦的嬰兒送給這個產婦 對不對 那麼與接生術相同的是 蘇格拉底的哲學實踐 不是把他的觀念給予他人 而是幫助他人 自己想出自己的觀念來 這個就是 裡面 這個隱含的一個看法 那麼在第二題的部分 這個 就是 就是為什麼要使用 這個用使用對話的方式 而不是用 傳授的方式 就是要幫助他人 自己想出自己的觀念來 就不能使用所謂的傳授的方式 因為中文的傳授 也就是 這個傳道授業 是來自於韓譽的詩說 詩者 所以傳道授業解貨則業 所以這個傳授這個字 事實上就是從這裡來 那麼字面上好像是教師呢 是把道還有業 從教師的身上 交到學生的身上去一樣 如果知識的傳授 是這樣一種外在的交給 那就不會使用這種 所謂的接生術了 使用接生術是要幫助學生本人 自己產生自己的知識 因此蘇格拉里才會使用對話的方式 在對話的過程中 藉由所謂的質問法來逼問他人 刺激他做思考 從而產生出他自己的知識來 這個是 大概這些都是我們在課堂上提過的 因為現在只是在考試的時候 我盡量的不要讓你直接從書裡面就可以找到答案 把英文變成中文就可以寫上去 而是要經過一些思考 然後加以整理 然後來寫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我考試的方式 期末考也會是用這樣的一種方式 那麼哲學其實很重要的一個訓練就是論述的能力 不是辯論的能力 是論述的能力 這個論述就是把那個道理給講出來 然後讓人家 聽得懂 這個 你說哲學系的學生 我現在在當這個大勢的導師 哲學系的學生 的父母們都有一個很頭痛的地方就是 這個小孩子念了四年的哲學 變得能說善道 根本講都講不贏他 這個常常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而且講不贏他並不是他就是只會搶辯 相反的 哲學系的學生能夠講出一番道理 而且 連父母都也要承認是有道理的 所以有些父母告訴我說 他覺得他自己也想要學哲學 不然他講不過他的子女 這個是關於我們在 期中考考試的時候 如果這些參考答案能夠對你有一些幫助的話 就是希望他能夠再讓你這個期末考 不管期中考考得怎麼樣 那麼在期末考的時候 這個 考得更好一點 我們要回到第二章 在這個期中考之前呢 我們談了第二章的第一節 那麼在第二章的第一節 還有 一小段還沒有提到 就是18 頁的地方 18 頁的地方 那麼 我們那時候最後提到的 大概就是 18 頁的第二行 第二行那裡 就是 We know about Socrates because of Plato and we know about Plato because of Socrates 這個是我們在上次就已經講到過的 那麼 這個 柏拉圖寫作 然後他裡面的主角 幾乎都是 蘇格拉底 這個是 所以他們兩個人 就 形成了一個 彷彿是一個共同體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面對一個困難 這個困難就是 這究竟是蘇格拉底的思想 還是 這個 柏拉圖的思想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我在那時候提到的一個說法就是說 在早期的柏拉圖 他還沒有他自己的哲學的時候 那麼他所寫的蘇格拉底 是比較老的蘇格拉底 而那正是柏拉圖 親自看到的蘇格拉底 那比較老的 柏拉圖 看到 已經看不到蘇格拉底了 因為蘇格拉底被猝死了 那麼他開始 這個用 比較年輕的蘇格拉底來作為他書中的主角 那麼這裡面當然有很多就是他自己 編造出來的 那麼在那裡面的思想 也比較多 其實是柏拉圖自己本人的思想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我們在上次就提到過的 那麼在所有柏拉圖的著作裡面 只有一本著作 裡面沒有 裡面的主角 不是蘇格拉底 而是一個從雅典來的年輕人 柏拉圖寫這樣 那麼這個從雅典來的年輕人 你其實還是可以把它寫成 想成蘇格拉底 只是他不再用蘇格拉底的名字了 那麼這個是柏拉圖 大概 最晚年時候的作品 他大概寫到後來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老是一直寫蘇格拉底 他都已經 過世那麼久了 所以他就不再寫蘇格拉底了 他寫 一個來自於雅典的年輕人 那是唯一的一本著作 沒有出現 蘇格拉底的名字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談的 是牽涉到 第二章的 這個章節裡面 的四部柏拉圖的著作 那麼這個四部柏拉圖的著作 他把它稱之為叫做 四部曲 或者你也可以翻譯成叫四重奏 這個四部曲或四重奏 都是音樂上的名詞 對不對 那麼其實他就是 從這個拉丁文的四這個字 所變成的一個字 那麼這個就是在18頁的第三行這裡 他提到 In the quarter of dialogues 在對話錄的這個四部曲裡面 The editors title The last days of Socrates 那麼他把這 四部曲呢 就合起來 把它 編曲成為一個叫做 蘇格拉底最後的日子 The last days of Socrates 那麼在這個 稱之為叫蘇格拉底最後的日子的這個四部曲當中呢 他說 Plato Uses the history of his teacher's trial an execution to portray the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the sense of philosophy itself 他說在那裡 柏拉底 就用了他的老師 他的審判 然後他的這個判決的執行 來描繪 哲學本身的結構 跟哲學的意義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要透過這四部著作 來這個談這個哲學本身 因為在那裡面蘇格拉底其實表現的就是哲學的一個特點 是怎麼樣 那在這個十八月的第一節的最後四行 他首先談到 第一個 Philosophy 他首先講到哲學看起來是反宗教的 哲學是反宗教很明顯就是希臘的宗教相信太陽神阿波羅 相信這個太陽升起呢其實是阿波羅駕著金色的馬車從東邊 然後開始跑然後一直跑到西邊 這個就是這個日出日落 那哲學家說 日出日落才不是阿波羅在那邊駕金色的馬車在跑 那麼甚至哲學家說太陽其實是一塊燃燒的大石頭 這個都是在蘇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學家就已經講過的 所以然後我們也會看到在中世紀的時候 這個哲學家甚至什麼 這個被 當作是巫師活活的燒死 這個Bruno就是這樣的一個哲學家 那 蘇格拉底我們後面會看到 蘇格拉底被判刑的罪名 是宗教的罪名 是宗教的罪名 這個罪名呢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 蘇格拉底呢 不holy 不神聖 不虔誠 在宗教上 他對於 希臘雅典的 這個神明 這個不夠尊敬 所以呢 就 這個 對他起訴 那最後把他判死刑 所以他在 這一句話裡面他提到他說 哲學看起來是最反宗教的 因為宗教常常是教條 那哲學家對這些教條都要什麼 加以反思 然後呢 加以批判 那麼因而 哲學常常看起來就是反宗教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這個是為什麼他會說 Philosophy which seems irreligious 但是他說 但是事實上 is a deeply holy activity 他說哲學呢 其實是一個深刻的神聖的活動 那這個呢 就出自於 柏拉圖的對話錄 我寫在同一篇上面的這個 Yusifro Yusifro一樣的是一個人民 那麼他呢 那麼他呢跟蘇格拉底有一個對話 在對話那裡呢 他們就討論 希臘的這個德性 就是虔誠這個德性 是怎樣 這個是 我們下一節就要談到的 那麼第二個他提到 Philosophy which seems immersive 他說哲學呢 看起來似乎是什麼 是顛覆性的 好像 搞哲學的人就是要推翻什麼政府啦 推翻國家啦 推翻什麼 那麼這個特別是 譬如說馬克思主義 他就是要推翻一切的 這個 既得利益者的這個政權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subversive 但是他說實際上 is authentically patriotic 其實是 最愛國的 其實是最愛國的 那麼這裡牽涉到的是一個 這個政治哲學的課題 政治哲學的課題 談到這個我就會想到 我大學的時候念法律 然後當我要考 哲學研究所的時候 當時的台灣還在 戒嚴時代 那全台灣的國立大學的政治研究所 只有一個 就是台大 其他的學校都 國立大學都不設 哲學研究所 哲學研究所 為什麼呢 因為 當局者 當政者覺得 這個哲學研究所 訓練出來的學生 都是搞破壞的 都是搞顛覆的 都是 敵視 政權的 所以 只有台大因為他 從過去的台北地大維持下來的這個哲學系 那麼其他所設立的國立大學當時都沒有任何的哲學 哲學系或哲學所 那麼 所以我當時就只有一個台大能夠考 而且當時的台大哲學所就錄取七個 那我就這個 隨便去考一考 誤打誤眾 就考上了 就考上了 那你可以設想的就是在一個這個專制的國家 有一個可能就是說 第一個他不要哲學 像早期台灣的一個情況 第二個就是用哲學來灌輸思想 這樣的一種做法 那他可能就會設很多的所謂的哲學系 但是這些哲學系其實是什麼 是統一口徑 一種統一的一種思想的方式 這是另外一種做法 好 那麼在他談到哲學的這兩個面向 就是一個是 很不宗教反宗教 一個是很 很反政治 他說哲學看起來是這樣 但實際上都不是這樣 這裡面其實包含了兩個很重要的 哲學的領域 就是宗教哲學跟政治哲學 那麼各位也許知道 宗教跟政治大概是 在人類的世界當中 最具有爭議性的兩個領域 最具有爭議性的兩個領域 我說具有爭議性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有些人說 你不要跟別人談政治 特別是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夫妻失和 或者是這個父子失和 或者母女失和或者等等 其實都是因為政治的課題 那台灣現在宗教我覺得比較有包容性 你知道 但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全世界 紛爭最多的 事實上 就是宗教的領域 這個不同的宗教的信仰 這個彼此之間的這個功法 這個回教徒的這個 這個西征十字軍的東征 那麼以至於在西方當 基督新教開始出現 那麼 舊教跟新教之間的 什麼英法百年戰爭 三十年戰爭 不得了的事情 都是史上無數的 那麼那裡面 一方面一個爭議的重心就是宗教 那麼另外一個爭議的重心是什麼 政治 對不對 比如說民族主義 我們都是 什麼什麼人 對不對 哪一個民族的人 那好像跟另外的一個民族的人 就這個 互相為敵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這其實也是兩個很有爭議性的 領域 那麼在我們書裡面的第二節 就是這一章的第二節 以及第三節 他所討論到的是剛好 就是 第四節 政治哲學是第四節 那麼所討論到的就是涉及到這兩個領域的部分 那麼最後一個部分他談到他說 Philosophy which can strike the elders as corrupting the youth is a decisive activity for making our lives worthwhile 那麼他說哲學呢 他讓那些老年人認為是在 腐化 年輕人 那這樣的一種情況 卻是 讓我們的生命值得活的一個關鍵性的活動 關鍵性的活動 那事實上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 蘇格拉底才會吸引到 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在他們 在蘇格拉底所問的那些問題 或所做的思考那邊感受到 我如果要活一個 有價值的人生 我需要多聽蘇格拉底 再講些什麼東西 這樣的一種情況 而蘇格拉底被判刑 我剛剛提到說他是宗教的因素 他的判刑他被起訴的罪名一共有三個 有三個 兩個是宗教的罪名 然後剩下的一個 就是這裡所說的 corrupting the youth 就是腐化年輕人 所以蘇格拉底有三個罪名 第一個 他不信雅典的神 這是第一條罪名 這是宗教的 對不對 第二個 蘇格拉底自己建立了一個神 這是第二個 還是宗教的因素 對不對 第三個 蘇格拉底腐化了 雅典的年輕人 那麼 這個 看起來 對那些老年人看起來 會是腐化年輕人的 這樣的一種情況 其實他是一個 重要的活動 沒有這個活動是讓人活得有價值有意義的活動 但是雅典當時的這些老一輩的人 不知道蘇格拉底在幹嘛 他們看到的就是蘇格拉底丟很多問題 然後年輕人 很喜歡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蘇格拉底究竟在說些什麼 那麼 從而他們會覺得 他在建立一個奇怪的宗教 然後吸引很多年輕人 這樣的一種情形 這個是 第三個部分 那麼這個 第三個部分 牽涉到 第三節 第三節的 那個 對話錄或者你更好說 他其實是一個獨白 就是apology 在那裡面 蘇格拉底就為自己辯護 那麼他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 他要說的就是 我並沒有不信雅典的神 我並沒有另外建立一個新的神 以及我並沒有 虎化雅典的年輕人 那麼我們會看到他在那裡面 他如何去證明 他沒有做這些事情 那麼這個就是 apology 這個對話錄裡面所要說的 那麼另外一個呢 則是phedo phedo 是另外一個柏拉圖的對話錄 在那個對話錄裡面 他描述的就是 蘇格拉底 被判死刑 然後要去 執行這個死刑 要服下毒藥的過程 在那個服下毒藥的那個過程裡面 蘇格拉底談到人生怎麼樣活 才有意義 我們通常會說 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 對不對 那麼蘇格拉底在臨死前所講的話 究竟是哪些話語 那麼這個就是 phedo 裡面主要所說的 那麼這個他所說的內容 其實就是 在 這句話的後半部 他所說的 Is the decisive activity for making our lives worthwhile 所要說的 而至於那些 至於這句話的前半部說 which can strike the elders as corrupting the youth 那個是在apology裡面出現的 他現在把 兩個對話錄的情況 結合起來 構成了一個對比 來說 跟前面的那個宗教哲學 以及政治哲學 這個 來說 OK 那麼如果了解這一點 我們因此呢 就可以進入到下一節來了 那這個第二節 那麼第二節呢 他的標題叫 You got to serve somebody 那麼這其實是 一首歌裡面的一句歌詞 那 很中文的翻譯都把它翻成什麼 你得為某個人服務 但是他其實意思並不是這樣 所以 我把它改翻譯成叫 你總得站在某一邊 也就是說 你總要選一邊站 你不可能不選邊的 你不可能選不選邊的 那麼在某個議程來說 人生其實就是一種選擇 而這種選擇呢 是當你到了某個臨界點 你就非得做這樣的選擇不可 比如說當你面臨 這個考年考 現在不是年考學測 當你面臨要進到大學 你就要做一個選擇 你要選哪科系 對不對 那麼 你不能說我還沒準備好 所以我可不可以 先不要進哪個科系 大學 除非這個大學現在有所謂的不分系 你可以進到沒有任何科系 空白科系 或者你就總是要進入到某一個 科系去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就是什麼 在逼你做選擇了 對不對 那麼你 日後就會發現 你人生當中 走到某一個階段 你就面臨某種抉擇 面臨某種抉擇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現在呢 在這一節裡面 我們同樣的看到的就是在這裡面 也有一個選擇在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把它翻譯成叫你總得站在某一邊 你不可能哪一邊都不站 那你就沒有立足之地 對 好 那我們剛剛在前面就已經提到過了 就是這整個第二章有 五節 對不對 那麼 第一節沒有標題 它是簡介蘇格拉底的生平 那我們 已經都談完了 那麼第二節呢 叫 You gotta serve somebody 現在在談的 那麼這一節呢 就牽涉到柏拉圖的著作 Yucifo 也就是剛剛前面所提到的四部曲當中的第一部 Yucifo Yucifo 除了apology之外都是人民 所以事實上都你只能用音譯的方式 因為這其實都是姓名 那麼至少在台灣Yucifo 我看到就有各式各樣的譯名 還沒有統一下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我想一想 我乾脆就直接都用英文 Yucifo這個名稱 那第二再接的是第三節 第三節的標題叫Oracles and Demons 那麼它 涉及到的是柏拉圖的著作apology 就是這個為自己做辯護 那麼第四節呢 則是philosophical patriotism 哲學的愛國主義 那麼涉及的是柏拉圖的 另外的一個對話錄叫crypto 那一樣的是一個人名 那第五節呢 的標題叫Risking Eternity 那麼它涉及到的是 這個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記載著 蘇格拉底 臨死之前的 情況以及他 這個怎麼死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的 這個對話錄 叫phedo 那麼 所以呢 我們在後面的這幾節 有標題的這幾節 他們分別的都牽涉到一本 對話錄 那麼待會兒我們就要來談談 這四部對話錄 的這個第一部 也就是yousifal 它的內容 那麼剛剛已經提到 這一節 所涉及到的柏拉圖的對話錄是yousifal 那麼在yousifal裡面的對話者呢 只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蘇格拉底 一個是yousifal 在柏拉圖的其他的對話錄裡面 並不見得一定就只有一個人在跟蘇格拉底對話 有些時候 可能有兩個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旁聽的人這樣的情況 但是yousifal的這個對話錄很簡單 他就是兩個人 蘇格拉底 跟yousifal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提到 他說蘇格拉底跟yousifal呢 是 這個 在一個非常 特別的場合 展開 他的這個對話的 各位可以看到他寫說 the yousifal the first of the quarter 他是 這個四部曲當中的第一部 他 begin with an ordinary conversation 來自於一個普通的對話 between two men in actual ordinary circumstances 在一個很不尋常的 一個環境裡面 那麼這個不尋常的 環境是哪裡呢 就是法庭 法庭 或者更好說在法庭的一間休息室裡面 因為兩個人呢 都正準備要去出庭 準備要去出庭 那出庭的時候要等候 所以他們在等候的這段時間呢 兩個人就 就交談了一下 那麼yousifal就是 這個 兩個人在等候的時候 這個在法庭內的 法庭當中的一個交談 那麼他 談到他說 Socratis and yousifal find themselves before the courthouse 在這個 這個法院的前面 each with business to transect 然後兩個人都有事情要處理 跟這個法庭有關 跟這個法庭有關 好 那有些什麼事情要 這個處理呢 他說 Socratis is registering 這個到法庭去首先第一步工作就是什麼 登記 對不對 什麼人到了 對不對 那麼蘇格拉底所登記的是什麼 for an upcoming trial 是一個 馬上就要舉行的 審判 在這個審判裡面呢 where he must defend himself against the charges of unholiness and corrupting the youth 那麼他必須要為自己 做辯護 那麼因為他被控告 兩個 東西 一個叫unholiness 那麼另外一個呢 則是 corrupting the youth 那麼 這個unholiness就牽涉到我所講的 兩個罪名 一個就是 不信雅典的神 第二個自己建立了新的神 那麼這個都是涉及到unholiness 那麼另外一個則是 腐化雅典的年輕人 那麼蘇格拉底他的兩個 這個涉及到的的控告主要就在 這三個 東西上面 這個是有關於蘇格拉底的部分 好 那有關於ユーシフォ爾的部分 他為什麼跑到法庭來呢 他說ユーシフォ爾's reason for being at the court 他說ユーシフォ爾在法庭的理由 is juicier juicier 本來就是講的就是比較 這個 當你這個 吃一個水果 說他很juicy的時候 就是他 很多汁 對不對 那麼現在 這個在這個地方 用一個比較抽象的意義 就是他 來到法庭這件事情的理由 是比較精彩的 比較勁爆的 他 為什麼出現在 這個法庭的原因 比較精彩 比較勁爆 為什麼呢 他說 he's going to file charges 他也是要來登記 但是他登記的是他要做控告 所以蘇格拉底來是要當被告 可是ユーシフォ爾則是要來當原告 他來這個登記一個控告 這個控告呢是of murder 控告有人磨殺 那控告誰呢 against his own father 他要來控告他爸爸磨殺 控告他爸爸磨殺 這件事情 那這個當然就比較勁爆 各位可以想像 一個人竟然控告自己的父親 這個磨殺罪 那麼他下面就說明 為什麼這樣 他說 It seems that ユーシフォルス servant in a fit of drunken rage slit the throat of one of his father's servants 這個句子有一點 有一點問題 他這裡他說 It seems a useful servant in a fit of drunken rage Useful 希臘 雖然是民主制度 但是卻是奴隸制度 所以 具有公民權的 就只有一般的公民 奴隸是沒有公民權的 而且 據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考察就是 希臘當時大概是 每一個人都有四個奴隸 所以讓希臘人可以在那邊做 哲學的思考 從事 藝術啦 音樂啦 各種 相關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 雜七雜八的事 都有奴隸來承擔 來承擔 好 那現在 Useful 他的仆人 他的仆人 這個仆人喝醉了 所以他說 in a fit of drunken rage 喝醉了那種大吵 大鬧 然後呢 發怒 slip the throat of one 那個後面少了一個of one of his father's servant 結果呢就把他爸爸的仆人呢 給殺了 把他爸爸的仆人的那個喉嚨 這個劃了一刀就把他給殺死了 殺死了 這個是 發生這樣的事 那發生這樣的事跟跟他爸爸沒關啊對不對 他要控告的是他爸爸 他爸爸做什麼事呢 the father apprehended the murderous servant 他爸爸就抓了這個殺人的 仆人 這個仆人是 Useful 的仆人 對不對 那爸爸把這個殺了他的仆人的那個 Useful 的仆人給抓起來 tie him up 然後把他綁起來 threw him in a ditch 把他丟到一個 這個 ditch就是一個溝裡面去 and send for the authority to find out what should be done to him 然後呢就去 找 權威機關 大概就是法院之類的 來 看看要怎麼樣的處理這個 殺人的仆人 殺人的仆人 那麼當他這樣做 那找人去 這個法院 也許是地監署或者是什麼 找警察或者什麼 反正找公權利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他下面接著說 in the meantime the bow servant died 結果 沒想到這個喝醉酒的 然後被綁起來的這個仆人 他被丟在溝裡面 他竟然就 死掉了 死掉了 那麼所以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他為什麼要控告他爸爸 殺人 因為他爸爸 等於殺掉了他的仆人 而他的那個仆人 殺了他爸爸的仆人 對不對 是整個 案情是這樣的一個 經過 案情是這樣的一個經過 案情是這樣的一個經過 in prosecuting his father 他說他控告他爸爸呢 其實是在做一件 神聖的事情 或者在做一件虔誠的事情 那麼因此在 這個 蘇格拉底跟 Yusufo 的這裡 各位可以看到都牽涉到 英文他這裡翻譯成叫 Holy 這件事 就是蘇格拉底被控告 unholiness 被控告unholiness 被控告unholiness 然後Yusufo 他要告他的父親 他的理由就是他正在做一個 Holy的事情 所以兩個人因此 就有了 雖然是兩件案子 但是 就有一個關係 這件關係就是 Holy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在我們的書裡面他都把它翻成Holy 我覺得容易引起一個誤解的 因為我們通常理解Holy大概是基督宗教 那個傳統裡面所談到的Holy 希臘他們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字眼 各位在同影片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這個Hotion 這個字 Hotion 我把他的希臘文寫在上面 然後 第二行是 就是把希臘字母變成拉丁字母 Do Hotion Do就是定冠詞 Hotion 是一個 形容詞 那麼希臘人在談一個 抽象的性質的時候 他們常常是定冠詞加一個形容詞 來作為名詞 那麼這個Do Hotion 這個字如果我們把它 變成就是 你找那個希臘文英文字典 他解釋什麼是Do Hotion 他就是 The divine The holy The pious The devout The religious 就是很宗教性的 所以 說蘇格拉底 不Hotion 其實也就是說 蘇格拉底不夠宗教 那 虔誠呢 是 就是Hotion 是被希臘人當作一種德性 當作一種德性 那麼在希臘的各種德性當中 我們前面 就是蘇格拉底談過的包含 智慧 勇敢 節制 正義 那麼Hotion 也是其中的一個 那麼所以 我會覺得把他翻成虔誠比較像德性 你說把他翻成神聖 說你這個人很不神聖 我本來就世俗的人 我有什麼好神聖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要講說他是一種德性 也許翻成虔誠會比 翻譯成神聖要好一點 那虔誠作為一種德性在希臘的那裡 是認為那是一個人的 這個優點 德性這個字眼 就是這個 ARETE這個字眼 不是完全是道德的東西 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呢 從德性之手叫智慧 智慧不是一種道德 對不對 那ARETE是什麼意思呢 ARETE 就是希臘文的這個德性這個字 他如果 從字面上來看 其實相當於英文的 Excellence 也就是優秀 或者如果在台大 台大喜歡稱叫做卓越 那我們要追求卓越 其實就是追求ARETE 希臘人講一個人是有德性的人 其實就是說他是一個優秀的人 說他是一個卓越的人 簡單的說就是一個很讚的人 對不對 那很讚包含了 有道德 也包含了很聰明 也包含了很勇敢 以及等等 那麼這些其實都在 這個英文的Virtual這個字裡面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翻譯成叫德性 各位必須理解到 那其實就是希臘人在追求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要把自己變得 很優秀 變得很好 很讚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你是很好很讚的人呢 看你的表現 就是你表現得聰不聰明 勇不勇敢 傑不傑智 正不正義 錢不虔誠 以及等等 透過這些 來顯示 這個人是不是一個優秀的人 那麼在 現在我們的倫理學裡面除了兩個這個 我們在上次提到 在講康德的時候提到 就是倫理學裡面的兩大派 一個就是 義務論 一個就是效益主義 那麼除了這兩大派之外 現在還有一個 這個倫理學的派別 也就叫做德性論 這個德性論的想法就是 我們應該要回到希臘 一個人 這個 所追求的 並不是那種什麼 最大的效益 或者是 我應該要怎樣 相反的他要追求的是 我能不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這個是希臘人的想法 他們在道德上其實要 要追求的就是 如何能夠成為一個 有德性的人 而有德性的人的意思就是 優秀的人 那這種想法擺在台大是很合適 台大的很多學生一定覺得 我是優秀的人 他未必想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 可是 他會想要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德性論會比起 其他的 倫理學的理論要來的對於 台大的學生應該有 更大的說服力 因為他的想法就是 怎麼樣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而這個成為優秀的人 就是包含了 在希臘是包含了這些德性 智慧 勇敢 節肢 正義 虔誠等等 那麼後來基督宗教進來之後 又多了譬如說性 旺 愛 等等 就不斷地加這個德性上去 那麼在中國古代 其實也有很多的德性 各位所知道的就是什麼 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 對不對 以及等等 智仁勇 等等這一類的東西 好 那所以各位理解到 這個土豪雄這個字其實是 一種德性 那麼作為一種德性 這是為什麼我說 我可能比較傾向於把它翻成虔誠 而不翻譯成神聖 因為如果一個人說 這是一個有德性的人 那 意思是他是一個虔誠的人 而不是什麼他是一個神聖的人 神聖的人聽起來就好像他變神了一樣 但是 所指的並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 那麼這個是關於 就是在這個對話錄裡面 所要討論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一個虔誠的問題 那這個 Yusufo 的這個對話錄有一個副標題 就是我寫在頭影片上面 他有一個副標題 這個副標題就是 Behi Hoshio Hoshio 就是 虔誠 那Behi 就是 關於 About 所以 他的副標題就是 About 什麼 About Holiness 或者About Piety Piety 就是虔誠 對不對 Holiness 是神聖 這個是 這個對話錄 所以這個對話錄其實討論的就是 有關於 虔誠的這個 這個德性的課題 那我在 同影片的最下面提到 說在柏拉圖的對話錄裡面 蘇格拉底總共 談過古希臘的 五種德性 那麼分別就是 智慧 勇敢 節制 正義 虔誠 在不同的對話錄裡面 比如說智慧 在Theatetus 裡面談到 勇敢在Lacius 談到 談節制在 Karmides 談到 談正義就是Republic 就是各位所熟知的 理想國裡面 理想國這個對話錄其實就是在談正義 這個德性 而Yusufo 則是在談 虔誠 這個德性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看到 看得出來什麼 蘇格拉底非常重視德性 對於他來講 人活著 就是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好的 優秀的人 而要成為一個好的優秀人 就是要把自己變成有這些德性的人 因而對他來講 了解這些德性是什麼 就很重要 就很重要 OK 那麼 剛剛我已經 大概把Yusufo 所涉及到的案子說了 Yusufo 是要來 告他爸爸 對不對 蘇格拉底是被告 所以他來這邊說 我出席 登記他的名字 那兩個人因此就在那裡等候 那等候的時候 他就 兩個人就開始 這個聊天 聊天 那麼這個聊天的課題 就圍繞著 虔誠這件事情 因為蘇格拉底說 我被人家告說我不虔誠 那 這個Yusufo說 他說他是站在虔誠的立場 要來告他父親 因為他覺得他父親 是一個不虔誠的人 那他是一個虔誠的人 那蘇格拉底當然就很驚訝 喔 這樣子 那你能夠告你父親不虔誠 那表示你知道什麼是虔誠 Yusufo說我當然知道什麼是虔誠 那蘇格拉底因此就說 那你告訴我什麼是虔誠 因為我被人家告不虔誠 我等一下要為自己辯護 那我不知道虔誠是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為自己辯護 你趕快告訴我虔誠是什麼 他聽起來就是他好像那個 這個臨時要報佛腳 對不對 這個考試之前然後才開始說 這個 要考些什麼東西 那麼蘇格拉底現在看起來好像是 人家告他不虔誠 他現在來到這邊剛好碰到有一個人知道虔誠是什麼 趕快問他 說你告訴我虔誠是什麼 好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整件事情的一個經過 而且Yusufo 他 很明顯的非常以自己為榮 在中文裡面有一句話 叫做大義滅親 那麼現在Yusufo 他是大虔誠滅親 對不對 他現在就是 站在虔誠的立場 他要去控告 他的父親 所以他一副正義凜然的樣子 這個是 你在看這個對話錄的時候 你可以說可以感受到的那個 Yusufo 要告他爸爸 結果 他完全不是很沮喪的樣子 相反他一副很驕傲的樣子 那麼他就 就在我們書裡面就提到 在 在第二節的第二段 第二行 他說 He sites Zeus 也就是Juze 這個 Zeus 就是 宗師 這個Yusufo 就引用宗師本身 as his model 作為他的模範 他說我要告我父親 我其實是學 眾神之父宗師的 是學眾神之父宗師的 那麼這點就更加的顯得 他的虔誠 因為你知道虔誠這個德性 跟其他德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這個德性跟神有關 那希臘是什麼 諸神 對不對 那現在他就講到 他說我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以希臘的 諸神之父 宗師為榜樣 He sites Zeus himself as his model for Zeus also prosecuted his father 因為宗師 也控告他的父親 So to speak when he put Cornus in chains for having swallow his children 那麼 宗師的父親是誰呢 宗師 理論上 看起來應該是沒父親的 為什麼 因為宗師是眾神之父 所有的諸神 甚至很多 你知道宗師很好色 所以諸神 以及 這個民間很多的人類 或者是半神半人 幾乎都是宗師生的 正因為這樣 所以他 他是諸神之父 而沒有人 成為他的父親 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當諸神之父 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要生很多的子女 才有可能成為諸神之父 而宗師就完全符合這個條件 那麼Cornus是誰呢 Cornus就是生宗師的人 可是Cornus 不被稱之為叫神 不被稱為叫神 而被稱之為叫 Titan 這個 我們中文把它翻成叫Titan 可能翻這個意思比較像是巨人 宗師呢 是這個Titan 這個最後 最後 最後一代的Titan 所生下來的 然後 他生下了 這個 這個Cornus生下了這個 很多的小孩 然後他怕這些小孩串他的胃 所以呢他只要 生下一個小孩 他就把那個小孩給吃掉 這個Titan很殘忍 那Cornus因此就什麼 就不會有任何的小孩 但是呢當他生下了這個 宗師的時候呢 這個宗師呢 就沒有讓他吃掉 而且呢 宗師呢 還 把他的 父親 Cornus 這個 把他給殺了 把他給殺了 那麼 並且呢 他殺他的父親呢 等於什麼 控告他的父親 然後為他的父親執行死刑 把他給殺了 為什麼 為什麼控告他父親呢 因為他父親吃了他的其他的 其他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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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所有的那些 比他早生出來了 通通都被他父親吃掉了 那現在他被生下來 他就為他們報仇 所以他 我們的書裡面說 他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也是 also prosecuted his father 也是在 控告 他的父親 然後呢 castrating uranus and throwing his severed member into the sea 這個 castrating 指的就是 閹割 就把他父親的那個 生殖器給 割下來 那麼這個割下來的這個生殖器呢 有一個名稱叫 uranus 我們現在的那個 尿尿 這個字就是從 希臘的這個神話 uranus 這個字來的 那他就把父親給閹割 然後把這個uranus 這個割下來 然後把他丟到大海裡面去 丟到大海裡面去 然後丟到大海裡面去 他就變成別的東西了 那不管他 這是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宙師所做的事情 所以他把自己的父親殺掉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沒有父親 那麼在很多西方的那個 繪畫裡面都會畫到 這個就是cranus 這個他畫這個cranus 生下了一個小孩 然後就把那個小孩給吃掉 這個是 你很容易看到的一幅畫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 這個 宙師跟cranus 因為cranus那個titan 我們通常把他翻成巨人 所以他長得很高大 那宙師呢 他做了一種神之父 他就是什麼 掌管雷 在北歐的神話其實就是索爾 對不對雷神索爾 這個 索爾 那個 Tor T-H-O-R 其實就是 現在星期四 Thursday 就是自根 就是從 這個神來的 OK 那這個 這個畫講的就是 這個cranus 跟宙師 那宙師後來就是把他的這個父親 宰了 並且把他的 這個生殖器 煙割丟到大海裡面去 畫大概畫的就是 這麼樣的一回事 這個都牽涉到希臘的神話 那所以你看到 Yushifor就是什麼 這個 好像有很多典故 可以說 他說 我其實是在效法眾神之父 所以我是一個很虔誠的人 因為我做的事情完全跟神是一致的 完全跟神是一致的 而且是跟眾神之父一致的 對不對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他在跟 蘇格拉底 這個 談他自己的虔誠的時候 他很自豪的 這樣說 好 那蘇格拉底呢 他就開始了 這個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一種 質問 或者是結問 他就開始詢問這個 Yushifor 那麼各位可以在我們書裡面 這個 18 頁的倒數第2段 最後那 四行 看到 他說 Socrates Gero's in Gero's in 就是什麼 瞄準了 Gero's in On Yushifor's claim 他現在瞄準了 一件事情 Gero's in On something 現在呢他就 針對著 Yushifor這個宣稱 他對準了這個宣稱 來 作為一個焦點來討論 來討論 那他說 And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pattern of the Socratic dialogue 那麼他在這裡面就談到了 蘇格拉底對話錄的一個共同的形式 這個共同的形式是什麼呢 Ask his interlocutor to explain the concept that gives meaning and value to what he is doing 那麼 就開始問 你所講的虔誠 那個意義究竟是什麼 他開始問那個跟他對話的人 那個語談人 Interlocutor 來解釋 那個概念 解釋那個概念 讓那個概念有具有意義跟價值 那麼在這裡呢 他問的就是 What is holiness 那麼你在 蘇格拉底談其他的德性 的對話錄裡面 你會看到 蘇格拉底問 什麼叫做智慧啊 什麼叫做勇敢啊 什麼叫做正義啊 什麼叫做節制啊 然後蘇格拉底就裝成一部 我不懂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在這個Yushifor的這個對話錄裡面 他說 我等一下就要被人家告訴說 因為我不虔誠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虔誠啊 你可不告訴我什麼叫虔誠 讓我等一下這個 這個為自己辯護的時候 能夠多說一點 那透過這種方式他就是什麼 讓別人覺得 你不懂我告訴你 因為希臘 那個我們之前講過 雅典的人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有資的 對不對 蘇格拉底就是一副很無資的樣子 所以呢 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Yushifor就很樂意說 我很有資 你竟然不知道什麼是虔誠 我就來告訴你什麼叫虔誠 那麼蘇格拉底用這種方式去引誘他 去講 然後蘇格拉底就開始 不斷地丟問題 然後讓他再去做進一步的解釋 透過這個過程 要去把Yushifor所說的東西 加以釐清 那麼現在要去釐清的就是這個 Hoshion 就是希臘的這個希臘文的Hoshion 蘇格拉底說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他想要搞清楚 這是什麼樣的東西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暫時的不進入到這個問題的核心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來討論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呢 就是 有一些人覺得 蘇格拉底呢 老是又使用這種相同的伎量 在問人家問題 就是 什麼叫什麼 這一類的問題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在十八頁的最下面一段 他說 Some arguer that it's unfair of 說蘇格拉底很不公平 to ask us to define concepts like love justice knowledge wholiness but we can know the meaning of words without being able to define them 他說蘇格拉底呢就叫人家要為 那些概念呢 下定義 蘇格拉底每次總是這樣 但是各位如果還記得我在 這個開學 一開始的那個前三宗 的那個說法裡面就談到 了解一個意義 跟下定義 這是兩件事 對不對 那麼 所以有些人就在批評蘇格拉底的這個做法 說蘇格拉底叫人家下定義 可是我們通常的情況是什麼 我們知道他的意義 可是呢卻沒辦法為他下定義 那所以蘇格拉底這樣做 其實是一個對別人很不公平的事情 那 針對這樣的一個批評 對蘇格拉底可能的批評 Samuelson 要做一個說明 那麼這個說明呢 就是18頁到19頁的這一段 所要做的 那他的這個說明是這樣他說 Yet Ofen 這個Yet 其實就是一個轉折的語氣 類似 But 對不對 可能沒有But那麼強但是類似的 Yet Ofen 這個東西 有個東西阻礙著我們能夠過好的生活 他說什麼東西阻礙著我們過好的生活呢 這個就是他所說的 這個恆在我們與那個好的生活中間的東西 那個東西呢阻礙著我們去 得到那個好的生活 他說通常是觀念的問題 他說是一個壞的觀念 一個壞的觀念使你沒有辦法過好的生活 因為你人就是抱持著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對於蘇格拉底來講 哲學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哲學不能夠給你錢 不能夠給你權勢 不能給你名聲 可是哲學呢 可以 讓你去調整你的觀念 對不對 而且我們在前面講到這種 這種所謂的 幫人家接身的 這樣的一種做法 其實就是透過 一個不斷的詢問 讓你在 這個 對談的過程當中 修正你自己的觀念 那現在他 在這裡面他要為 這個蘇格拉底的 這個可能的批評 所做的一個辯護就是 在我們跟好的生活之間 常常是一個壞的觀念 這個壞的觀念是你得不到一個好的生活 所以對於蘇格拉底來講 他要做的工作就是 去 想辦法改變別人的觀念 透過這個改變觀念 你才有可能去 這個活出一個好的生活來 這個是 他所說的 這個 Standing between Earth and the good life is a baid thing baid idea 主要要說的 然後呢 他接著就說 那如果是要這樣的話 你就不能夠說他是不公平的 他說 It's hardly unfair to ask for clarity about a word when its proper relationship to life is unclear or in dispute precisely the times when Sacradi does ask 那麼他說 尤其 這個 他說這個 在 一個情況底下 這個不是 不公平的事 就是什麼 請你 厘清一個字 所以 當這個字眼的 這個關係 跟我們生活的關係呢 很不清楚 或者是有爭論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必須要什麼 厘清這個字眼 厘清這個字眼 他說這個特別是 The times when Socrates does ask 特別是在 蘇格拉底 他在問的 那些 情況裡面 因為蘇格拉底每次 The time 這裡指的就是 每一次蘇格拉底在問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都是要你去 厘清這個 這個觀念 都是要你去厘清這個觀念 好 這個 這句話 就是18 月到19 月的這一句話 那個 中藝本 凡底字的中藝本 剛好翻譯成相反 你可以看到他寫說 當一個詞與生活的適當關係 還不清楚或有爭論時 我們要求人們清楚說明這個字 的確是不公平 他變成站在那個 批評 蘇格拉底的那個 立場 說 那真的是不公平 他說他那不是不公平 對不對 結果那個 凡底字的中藝本說 的確是不公平 那麼 簡體字的中藝本倒是說 也就不顯得有什麼不公平了 所以在這裡 簡體字的中藝本是對的 不過簡體字的中藝本把那個 times就直接翻譯成叫時代 就變成 在蘇格拉底的時代有為如此 但這裡所指的其實不是蘇格拉底所自身的時代 而是蘇格拉底每一次在做這樣的 這個時候 那麼每一次 就是 one time 那很多次 就是 many times 這裡的 times 其實是很多次 那這個很多次 在凡底字的中藝本 我覺得他的翻譯 比較正確 他說而這正是蘇格拉底要求 由希弗羅定義神聖時的一種狀況 那這個簡體字的中藝本就把這個 times 翻譯成時代 好 那現在我們理解到 在這裡面 這個蘇格拉底他 要做的事情以及他 為什麼總是用這樣的一種方式 來 問問題 那我們就跳過十九頁的上面這一段 跳過十九頁上面這一段 然後我們來看看十九頁的第二段 他說 after some provocation 這個 provocation 就是一種 挑釁 引誘 蘇格拉底就要逼這個 useful 講 所以他就用各種方式 這些方式就是他這裡所說的 provocation 激他講出來 講出他的看法 他說在經過了一些 provocation 之後呢 Useful answers Socrates question 他就開始回答蘇格拉底的問題了 就是 究竟什麼叫做前程這個問題 然後呢 他先給了第一個答案 蘇格拉底就對這個第一個答案開始 攻擊 批評 然後Useful說 我剛剛講的那個不是很正確 我改一下 所以就給了第二個答案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Useful所給的兩個答案 他第一個答案 在這個 十九頁第二段的第二行他說 first Holiness is what pleases the gods 他說什麼叫做前程 就是取悅諸神 這個就叫做前程 這是他給的定義 那麼 And then 然後接著 The revised version 他後來就 因為被蘇格拉底攻擊 所以他就開始修改 就有一個修改的版本 這個修改的版本是 Holiness is what pleases all the gods 多了一個all 前程是取悅神 那希臘是多神論 所以那個神都要加 複數對不對 Gods 就是很多神 那蘇格拉底 在面對第一個回答的時候 他就開始說 可是我們那個諸神 他意見都很不一樣 你知道像特洛伊戰爭 諸神有些人是站在那個希臘人那一邊 有些人則是站在特洛伊人那一邊 然後就兩邊打 所以諸神的意見總是不同 然後諸神自己本身也產生很多的爭鬥 這個是大家知道的 那麼這個Useful不可能不知道 因為這些都是希臘的神話 而希臘的神話其實就是希臘人的宗教 所以蘇格拉底說 那你說這個前程就是取悅 諸神 那我現在又問的就是說 那諸神意見不一樣啊 這個Useful就一聽 就沒辦法 就只好再修改 他說Holiness is what pleases all the gods 他說必須要取悅所有的神 只是取悅某一個神 比如說取悅宙斯 或者取悅阿波羅 那是不夠的 要所有的神都能夠達到 說這是對的 這個時候才是前程的 這是他後來 所做的一個修正 那在這裡呢 這個 這個Sameelson做了一些討論 有關於 Yusufo 所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那麼他做了一個 討論就是關於那個第一個答案的討論 他說 諸神的意見不一致 那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辦法就是 我不要相信多神論 對不對 我相信一神論 那我就回避了 第一個問題不是嗎 對不對 因為在 我不知道你玩過一些 那個電子的遊戲你知道 通常從多神論到 一神論這是一個進化 通常被視為是一個進化 因為在一神論裡面 他的觀點意志 這個神的意志會更加鞏固明確 在多神論裡面 他其實是很分散的 所以 如果你玩什麼 Age of Empire之類的 那這個多神論的情況就會 就會沒有那麼強大的力量 一旦變成一神論那個力量就會 變得很大 變得很大 所以呢 如果我們變成一神論 那不就可以解決這個第一個問題嗎 那現在呢 這Samuel神呢 他就說 一神論其實同樣還是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同一個神可能給你各式各樣不同的誡命 而這些各式各樣的不同的誡命呢 他們其實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相互矛盾的 那麼這個人就是在十九頁的 倒數第二段的倒數第 一二四六 倒數第七行 他說 or 那個破折號後面 他說 or if we adopt a monotheistic conception of the divine 他說如果我們接受一神論的觀點 that a single holy text commends different 他說單一的一個 神聖的經文的文本 比如說聖經 他呢可能什麼 給你不同的命令 這個commends different contradictory things 甚至呢給你相互矛盾的命令 那麼他在後面就舉了一些例子 我給大家看這個例子 這些例子大部分是基督教的例子 因為基督教是典型的 這個 一神論 an eye for an eye 這個就是聖經裡面講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對不對 an eye for an eye 這個a tooth for a tooth 這個是 這個是聖經裡面所講的 可是另一方面呢 turn the other cheek 這個是也是聖經所講的 他說當有人打你的嘴巴 這個左臉一巴掌的時候呢 你還要把你的右臉給他 說請你打另外一巴掌 那麼在那裡面是耶穌講到什麼 講到 所謂的 原諒 愛寬恕 愛別人 甚至要愛你的敵人 這時候所說的 他說當別人搶了你的衣服的時候 然後他就跑掉了對不對 你說 就不要跑 為什麼 還有褲子啊 褲子一起脫下來給他 湊成一套 一起給他 耶穌說我們應該要這樣子 那你如果分別的來看這些說法 看起來都很有道理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對不對 這個 不用以德抱怨 我們以執抱怨嘛對不對 人家做了什麼 那就應該要受到他的處罰 這個就是聖經裡面所講的公義 正義 就是 公平的事情必須要被維持 所以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可是聖經裡面又講愛 又講寬恕 又講原諒 又講別人打你這一邊一巴掌 你要把另外一邊給他 這個 這兩個事情如果 你說兩個都對 然後 你要執行 你要執行哪一個 現在 旁邊有一個同學 這個揍你一拳 你要做哪一件事 你可以說 你就 回揍他一拳 因為很愛佛很愛對不對 然後你說我原諒他 因為聖經裡面說 我要原諒別人 你可以看到這是不同的戒命 那麼在聖經裡面其實 有很多很多的戒命 都是像這樣的一種矛盾 所以同一個神 所給出來的戒命 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是他所舉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就是跟這個有關 他說God is just 上帝是公義的 上帝是行正義的 神 這是聖經裡面所講的 可是另一方面他說 God is merciful 上帝是憐憫的 上帝是慈悲的 那麼上帝究竟是公義的 還是憐憫的慈悲 你說上帝都是啊 都是的情況 那 碰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上帝要怎麼做 對不對 他可以什麼 把人變成炎柱 說因為他是公義的 對不對 把人給消滅掉 因為他是公義的 可是他也可以原諒別人 因為他是merciful 他是憐憫的慈悲的 都是你在講 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反正 你總有一個什麼理由 你可以發現到 想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不是一神論就解決了問題 你可以發現 在一神論裡面的那個神 因為他寫的那麼的多 在那裡面 一個有哲學頭腦的人 就很容易的就在那裡面 找到矛盾 找到 問題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 下面接著所講的也類似 他說God demands war 上帝要求戰爭 上帝說這個 必須要去戰鬥 所以 我們在聖經的舊約 那個前面摩西五書裡面 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 抬著約櫃 抬著這個神教 然後去跟 其他人 這個戰鬥 為什麼 因為神的指令叫你 要跟他們戰鬥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告訴你 神代表的是和平 所以神要求和平 God demands peace 那 這些擺在聖經文不同的地方沒有問題 可是當你把聖經當成聖經 說這是聖典 我完全必須要造作 你發現 你如果真的造作 你大概就會變成人格分裂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規定 不同的要求 然後怎麼講 都好像有他的一個 根據在 要打也可以打 不打也可以不打 就看 你要和平還是要戰爭 好像都有 他的理由 這個是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另外他在 後面第四個例子 他提到 他說 wisdom is a principal thing 這裡 顯然是打錯字 這個principal是原則 可是 這裡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 那個應該是 一樣的 principal 可是是 字為是 p-a-l 那麼 principal thing 就是 他是主要的東西 就是 智慧是最重要的東西 聖經裡面非常 重視這件事情 這個 principal is a principle Wisdom is a principle thing 是在舊約聖經的真言篇裡面 就有這樣的就是 和和本的聖經把它翻譯成叫 智慧為首 就是一切最 所有的東西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智慧 這個說法其實 很類似 希臘在人所講的德性 在蘇格拉底的那個 跟人家的對話裡面 這個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似乎也認為智慧是最重要的 一件事 那麼聖經裡面其實也有跟他相一致的地方 就是這個智慧為首 可是在聖經的另外一個地方 則談到他說 In much wisdom is much grief 那麼這個是出自於聖經的傳道書 他說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 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所以不要有太多智慧 這個多了智慧就多了你 讓你悲傷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 智慧到底要還是不要 你如果從聖經的不同的經文裡面 那當然這一定是你已經滿覆 滿覆 聖經 滿覆經倫 就是已經把聖經都讀進去 而且你也什麼 打算要徹底的實行 聖經所講的話 那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那其實是有矛盾的 因為聖經在不同的地方 顯然有不同的價值在 那麼這種情況就好像在多神論裡面 不同的神 他其實有不同的 旨意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價值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是第四個例子 那麼第五個例子 其實是從可蘭經那邊來的 那麼 講到的是酒 那麼在可蘭經裡面 一方面他說 Why is the hand of work of 撒旦 他說酒是撒旦 做出來的 所以就什麼 不能喝酒 對不對 就不能喝酒 可是在另一方面 他又講到 The thirst of the righteous shall be stuck with wine 他說 正義的人 他們的口渴呢 要用酒來給他 止渴 用酒來給他解渴 那如果對於 正義者 有義的人 是要用酒來給他止渴 那你又說這個 酒是撒旦的產物 那不是很矛盾嗎 其實在聖經裡面有類似的 就是 聖經裡面一方面有 對酒的一個批評 可是在另一方面 他又有一些對酒的一些 讚美 包括 耶穌在最後的晚餐的時候 事實上也喝的也就是葡萄酒 然後耶穌還說 這個是我的血 每個人都喝 就成為 現在在 這個教會裡面 尤其是天主教的教會在彌撒的時候 這個 吃這個麵包就是聖體 以及 喝葡萄酒 成為一個 儀式 成為一個儀式 那麼在這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有一個矛盾的 這個讓我想到 曾經 我邀朋友到我家吃飯 有兩個基督徒的朋友 因為我準備的是西餐 所以 就給他們倒了 葡萄酒 有一個朋友說我不喝葡萄酒 因為聖經經文裡面說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酒是壞的東西 另外一個說錯了 酒是好的東西 然後兩個人就吵起來 就吵起來 那他們吵的這件事情其實顯露的是 在這個經文背後 事實上是有矛盾的 那一旦我們很仔細的去追查他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矛盾 所以不是一神論就解決這個課題 那麼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伊斯福在提出第一個說 這個什麼叫做 這個虔誠 虔誠就是 取悅諸神 他馬上就碰到 蘇格拉底的一個詢問 然後他就發現 這個真的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在多神論的情況 這個問題會更嚴重 你看到 希臘諸神的意見從來都不是一致的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他只好把它改成說 要所有的神都一致 那這個擺在一神論裡面就是說 要所有的經文都沒有違反的情況 那個才能夠叫做 按照那個去做才能夠叫做虔誠 就會變成是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蘇格拉底罪詞 當然就有進一步的一個 這個批評 我們今天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就留到下個禮拜再來看看 蘇格拉底怎麼樣的 這個 針對 這個前程提出他的看法 就有進一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